1800點就你當 應該不說你當是Range 就是17800至1800點這個區間 是一個叫做參考的水平先 因為其實市場是穿過的 如果以法今日來計算 曾經最多都跌好像差不多200點左右 都跌過去17800多這些位置 其實都不是第一天的了 應該在昨天的時間 都試過跌下去這些位置 但是又走得穩 接著又上去18000關這個水平 這個Range 是一個下方的防守區先 只不過市場在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都很明顯的了 其實打不起來 當然今天你見A股 今天有一段時間 都升了上去 之後你見港股都曾經到升了 不過真的又是沒有什麼力量 你看到成交 其實今天現在 競價時短這段時間都沒有800億 也都反映大家 好事 到這些位置都未必好像都不敢 反彈這樣 又或者這樣說 那些錢都是 倒在一邊 有些叫炒股不炒市 變成市場暫時都沒有太大的方向了 波幅都很窄的 其實今天都不單單是港股 其實原來A股 波幅的區間都真是很窄很窄 你看到上中指 其實波幅是十幾點而已 肚子真是很 一個處於一個很拉腳 牛皮的水平 所以現階段我相信 都真是沒有什麼突破 當然了 今個星期有些數據 內地方面 星期五都會出一些今天的數據 如果你出來 都還有一些改善的話 可能氣氛稍微會好一點 但只不過就算是好一點也好 內房的因素 大家也都 我想還是會提防 所以現在這一刻 都是暫時留意著 17,8萬 18,000 這個區間定不定得到 上面來計 你當19,500 我相信已經過 18,500 那個阻力應該都幾明顯下 我相信